道路的中间突然出现一致耗质感 为了怕往来车辆危险 一旁的建商还加上一排三角追击灯光警示 这样的状况就出现在淡雪的平顶路 原来是因为建商当初在盖大楼时 退缩基地让道路变宽 导致原本在路边的铁杆在拓宽道路之后 就变到了路中间 而立章也表示很担心会有用路人因此发生意外 在我们平顶路跟淡金路口 这个新的建案旁边 因为建案的开发 所以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灯杆跟红绿灯的灯杆 就远然地就立在道路的中央 除了道路中间之外 就连在路口也有一样的状况 一旁人行道退缩完工之后 路口的宽度增加 而红绿灯杆也留在了路中间 一旁也先有铁杆来维持保护 而虽然在日前的会看当中 最必要拆除一千亿路中的铁杆 但过了一个多月却还没有消息 这样的效率也让理想及摇头 邀请这个议员服务处 还有我们的交通局这边到现场会看 那最后我们决议把平顶路上面 有一座路标的标示的杆子 柱子把它移除 那另外红绿灯的部分 会把它移到整个平顶路跟淡金路的交叉口的顶点 那退缩到路的旁边 但是会看的结论到现在都已经原夜中旬了 已经一个月了 但是还没有动静 是希望说这两只电线杆要赶快 该侧的就侧走 然后路灯就移到适当的位置 这样子我们以后的车辆通行会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安全 不然现在两只赶都在路中央的话 以后行车的安全的顾虑是非常严重的 而据了解当初在会看中 建商主动表明可以协助移除交通耗机杆 但交通局却迟未指示 后续该如何处理 导致铁杆的处置情绪还在途间 影响也希望交通局能够明确的做出指示 让道路可以尽快回复整长的路 记得陈伯伟 但水采访不到